各位旗友,今天我们继续左马盘河第六讲 我们就快速走到棋局的分界点,快速排兵不振 红方出狙,黑一方也出狙,进狙过河,黑一方上马 走到这里,接下来有进卒形成两头蛇之势 红方抢先兵器进一,既挺兵制马 同时也是为马八进七,火通马路做准备 黑一方上马,红方也上马,这就形成了当头炮过河鞠 左马盘河基本的对抗阵型 接下来黑一方走得比较稳重,鞠一进一,形成一个快速出狙 那现在红方打通中路进兵,因为黑一方的中路还是比较薄弱的 这也是中炮盘头马主要一个进攻思路 那么走到这里之后,黑一方挑起战端进足 既吃着兵,又回马踩着鞠,抢夺一下先手 红方比较好的走法就是鞠一二平四跟重马,黑一方进足吃掉 这里就看红方如何抉择交换 如果说你直接吃的话,这里吃完之后有一个小拙的优势 同时将来有鞠一平七的话,形成双举炮 包括前方有一个先锋组的话,这里是有一个很强大的进攻优势 那么在这里,红方选择继续进兵 那黑一方炮八平五,既捕后中路,将来又有反弹之势 此时红方再次冲兵吃掉,黑一方也不得不上马吃掉 因为这里威胁着炮,如果说退炮的话 这个小兵在这里形成了非常大的威胁 那么好了,齐局发展至此的话 现在红方有几个抉择呢? 平局吃马,退局吃马,还有回马窝心 那么前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两个走法 平局吃马,或者说回马窝心 这两个走法稍微都有点软招 他还有第三个走法,居久近一 第四个走法,退局吃马 今天我们继续看第三个走法,居久近一 相对而言更加积极一点 那么现在黑一方又该如何行骑呢? 这两个马是黑一方必须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首先说明他这个中路马是离不开 被红方这个炮牵制 即便是你进炮打掉,他还是可以平炮 给你翻掉之后呢,依然是对中路有所牵制 那势必这个六路马就是要解决问题的关键 实际上在这里,黑一方有两个走法 可以说一好一差 比如说首先我们看他逃马的变化 经过前面一局的优势 我们选择马六近八,看起来很不错啊 将来有这个小族既可以进足吃马 同时也可以护住这个马 马六,马八近六的话 既有卧槽又有挂脚,看起来很不错 但是红方这个居久近一的话 守住下二线 这个马就没有任何攻击力度 同时此时红方可以大胆平局吃马 因为下一步起禁局吃炮,这里就有很大的抽子的威胁 现在黑方是称式呢?还是炮五退一呢? 比如说你称式的话,无论你试六近五还是试四近五 他都有居久平六,居久平四,占据江门 将来等红方称完试之后,容易形成铁门栓杀旗 那么好了,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它比较顽强一点的话 就是炮五退一 也是防止你这里抽 那现在黑一方又该怎么走呢? 显然黑一方这里目的,平炮要打狙 红方称式不后一下 现在就可以抽了 既有抽鞠,同时又隐藏着有杀旗 你这里禁足吃马都来不及 因为红方这个炮实在太厉害了 那可能有朋友会认为我现在打狙是不是能占一点便宜呢? 实际上你这样一走的话 红方正好来一个G五平六 接下来有帅五平六,还有G九平六 双狙夺底式就能够形成杀旗 你这两个炮被完全牵制住 当然看起来这里好像还有一个走法 我能不能进炮给你打掉呢? 这里不就多留了一个道路了吗? 实际上这一步棋稍微有些推波助澜 因为红方依然是凭炮打掉 先手将着军 现在你炮离开的话 上马将军 连上马带进攻的话 可以说这个阵型呢 黑方招架不住 那只能选择称式 他还只能选择四六进五 因为如果说四四进五的话 初帅这就没齐了 那现在这样的话 G九平六依然有铁门栓杀 只能降五平六 此时平均一将军 现在这个老将出来容易 但是回去就比较难了 比如说将六平五的话 那么好了 帅五平六 这一步棋就是个绝杀无解 手都守不住了 所以说在这里 他只能选择平炮挡枪 接下来红方马三进五的话 可以说这个棋局啊 红方可以快速拿下阵营 我们在这里分析一下 双军战绩内道线 同时还中路马炮 一旦破掉双势之后啊 可以说快速能够绝杀 同时红方的质量 形成一个正面进攻 黑一方两个局啊 看起来还是可以防守 但是兵力分散 始终啊握不成一个拳头 看来黑一方在这里选择逃马的话 容易遭到红方的先手 那么黑一方这里比较好的 就是进足吃掉马 接下来就进入双方精彩的对攻棋局 现在红方退居吃马 感觉也可以啊 平居吃马也不错 但是当然在这里 居一九进一的话 就是为了给我们展现出 非常精彩的棋局 他比较好的就是居一九平四 这里显得比吃马的话 更有积极的走法 因为现在黑一方这个马呀 走不开 中路马又被牵制 这样的话 一居一炮 使得他的子力啊 反而变得比较被动 那现在这里也没办法 他进居守也守不住 马跳开的话 进居砍士杀骑 那没有办法 黑一方最好的走法 就是居八进三 目的是对掉这个居 那现在红方要不要对呢 对完之后会不会占优势呢 实际上这是黑一方 最为期待的走法 比如说平居对掉 黑一方回马吃掉 看起来红方有进居捉霜 实则黑一方上马的话 这里向卫马进可攻退可守 现在这里踩着居 平居吃 吃完之后还有很大的威胁 当然黑一方这里有上马 这里一将军的话 率武进一 此时黑一方再次捕后中路的话 你这里既没有抽 同时他的居炮被牵制 而且率位不安 将来居一平四的话 再次降武平四 形成了快速杀骑 当然在这里啊 这个变化继续往下发展的话 黑一方也是明显占颜小优势 如果说红方想摆脱牵制 同时打破这个阵型的话 选择进炮 形成一个对子交换 飞向吃掉 吃完之后 这里可以选择平炮把马打掉 当然这一轮交换完毕之后呢 虽说双方子力势均力底 但是黑一方始终有这样一个小族 在这里危险 可以战线继续往下拉长的话 显然呢 大家都是耗时耗力 经过演变 红方主动吃鞠的变化 不占任何便宜 那他比较好的走法就是 进鞠吃马 先吃你一个占点小便宜 同时形成霸王鞠 那这里还有杀骑 黑一方也不得不选择交换 进鞠吃掉 吃完之后 这个中路黑马依然是无处可逃 那黑一方想保住马的话 仅此炮二进一 那这里走完之后 红方又该如何进攻呢 看起来马骑进六很不错啊 实则这一步骑是容易走出败招 我们直接看一下 上马 这里是马踩着马 你炮打的话 我平均吃 但是黑一方有一个先手进炮给你打掉 打完之后 你要不要吃炮呢 如果说上马吃的话 我这里可以退炮 形成框头炮 将来快速出鞠的话 有一定的公式 你的鞠马反而被我这个炮形成牵制 当然如果说你回马吃炮的话 我可以上马的话 反正吃了你一个炮 吃完之后 这个变化走完 相对而言 黑一方不吃亏 贫炮打着鞠 马又护着足 如果说进去抓马的话 黑一方稍微简单一点 可以把你中路这个马给你换掉 这个走法 红方不占任何便宜 所以说红方在这里 看起来骑非常的妙 但是实则也是有很多的小小伎俩在里面 他比较好的走法 就是现在这个炮守住这个马 他这个炮 二路炮 事必就能够成为我们进攻的方向 那红方选择冲兵 这一步起就来势汹汹 能够打破你这个阵型 使得黑一方比较被动 那么黑一方又该如何四两拨千斤 妙手化解呢 这里就出现的G1-3 尤为重要 现在红方这个兵呢 也是箭在形上不得不吃 因为稍微疏忽的话 黑一方称事之后 那这里既有跳马将军 还有上马持兵 抢复夺先手 这里还带着抽鞠 所以说红方 选择直接冲兵吃掉 这里也给黑方设计一个小心思 那么这个棋局啊 按照我们常规思维的话 肯定是进鞠吃兵 但是这样一走的话 就很容易受被动 我们不妨演示一下 进鞠吃掉的话 那么好了 这个鞠啊 拉出了你这一串 此时红方可以上马 马踩着马 马还踩着鞠 首先说明鞠 不好离开呀 这里丢着紫吃着串 那你看起来能够 鞠三平四 马一旦跳开的话 你进鞠砍底尺 这里将军先起后取 再有炮打军 看起来很不错 但是红方在这里 可以先来一个等招 这个马不动 不给你砍底尺的机会 平炮打掉足 打完之后 这里就很明显了 你的子力备受牵制 然而红方成一个进攻状态 那么现在黑方 想摆脱这个局面的话 就只能选择进鞠吃交换 这里即便是交换的话 黑方也是容易丢子吃亏 那么现在这里既有进鞠吃炮 同时又有平鞠吃炮 看起来这个局走不开呀 那么现在你是要退炮呢 还是要称是捕后中路呢 实际上这两个走法都不太合适 比如说你退炮的话 这里进炮先给你打掉 打完你吃不吃的话 我这里都有平鞠吃你这个炮 你逃炮的话 我这个炮也能够逃开 这个棋局发展呢 红方显然多一个炮 红方占优 那么当然在这里 你如果说称是的话 那更好进炮打掉炮 先手将军 无论你向飞不飞炮 都有平均 再次吃你这个炮 那这样的话 同样形成交换的话 黑方显然会多丢大子 棋局发展 也是红方能够占优 锁定胜局 看来红方这个小兵 还不能随便去吃 那么黑一方又该如何抉择呢 这里显然子力非常的被动啊 其实在这里只需要一步缓招 比如说你平鞭吃炮的话 那我进鞠吃马 你吃我马的时候 我平鞠吃炮 形成一个交换 这样棋局发展下来了 相对而然会形成一个合局 那么黑一方比较稳妥的 就是此时 四四进五 把主动权交给红方 红方现在 如果说平鞭吃炮的话 那这里和前面交换呢 相差无益 那他这里还有另外的走法 就是选此时选择上马 其实这里如果说上马的话 我们首先看 刚才这一步捕失的话 就显得格外重要 这个马一旦跳开的话 无论跳到哪里既有抽 同时还有平炮打鞠 把这个鞠给抽掉了 所以说 当黑方称是捕后中路的时候 这个马就能够抽紫 红方也不得不先发制人 进炮直接给你打掉 黑方飞向吃掉 此时平鞭吃炮呢 还是平炮打足呢 实际上这两个变化走完之后 都会形成何其的局面 那么我们可以看 在这里平鞭吃炮 进鞭吃马 依然是再次吃子 所以说红方比较好的 就是平炮打掉 黑一方进鞭吃鞭 这里吃完之后 依然还有一定的牵制 那么接下来 红方比较好的就是 马七进八 如果说马七进溜的话 这里上马踩掉 又护着这个鞭 显然红方丢死 现在上马踩着鞭 黑一方选择进鞭吃马 形成交换 红方平鞭吃掉 黑一方吃马 好了 齐局继续往下发展呢 双方都是视像拳 单鞭炮 这个走法相对而言 比较积极 而且在最后的残局攻杀里面呢 还是有很多技巧了 好了 齐友们今天这一句啊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